男人主义也不行,大女人主义也不行 我们现在都不敢讲李强人了 其实很简单嘛 大男人他最后一定跟小女人在一起 大女人最后一定找到小男人 这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你没有发现 一个女孩子她个性很强 她最后跟谁结婚 跟绝对不如她的人 跟她的助理 跟她的部署 那不然你找谁呢 你很强,所有有个性的男人都看你见而远则 你就找不到强的男人 你只好找弱的 所以到底应该是男的比较强,你的比较弱 还是你的比较强,男的比较弱 我真的没有意见 但是我所看到,女强能 没有一个婚姻是幸福的 这样就好了 你看,男女都强 迟早吵架,男女都弱 而大家 连对抗外面的能量都没有 你还能离家吗 所以我不晓得你到底要怎么选 那你是个女孩子 你要选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男人 你要选一个比较可以依赖他的男人 还是讨一个让他依赖你 那他跟着你 跑东跑西的 你自己选择,因为自作自受嘛 但是我长期的观察 女强能最后的命运就是找到一个小男人 你要养他 然后你搞得很没有面子 事业也搞不好 我所看都是这样子 其实不见得随大随小 我倒觉得要长期合作 你就把男人灌气灌气 灌到表面很强 他就依赖你了 你把面子做给他 他就做牛做马了嘛 太简单了 没什么男人 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 真正的大权都控制在女性的手上 而先生都当然做好看而已 我再三说了 男生的那种智慧 不会比女生高 表面上看 这个男的很了不起 所以你看他背后 我们说背后有一次看不见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话就好了嘛 说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那谁比较了不起 后面那个了不起 他把你当亏裔在那里弄弄弄弄弄 可是你心满意足啊 你觉得 太太很成全我 太太很支持我 那你不好意思 你就要回归他 你就对他特别客气 结果真正得到好处还是他 你为什么自己在外面奔波啊 回去累死钥匙 又生小孩 又要去 那累死自己嘛 所以你强能 你强能到最后就是累死自己 我倒下来 你为什么不处没有 你怎么赶到哪里 你为什么不处没有 你为什么不处了 你为什么不处要